國道1號路中央停著一輛銀色轎車 但車輪底下卻卡著綠色行李和衣物 但在事發前一刻 駕駛發現一名男子躺在路上 當場反應不及直接撞上 昨天我們到達現場之後 發現一名傷者被壓在一部小轎車底下 然後已經有瘴氣外露明顯死亡的現象 然後我們現場就協助傷者脫困 並將傷者裝入世袋 一致路間交由國道警察做後續的處理 金融市消防局貨報抵達現場 發現一人卡在車底下 將他救出時已經明顯死亡 但好端端的人怎麼會出現在國道上 昨日本大隊警務中心接獲民眾通報 與國道1號五堵路段有行人行走 立即派遣線上巡邏車前往查看 隨即又接獲通報 該行人遭車樣撞擊 立即通知消防隊救護車到現場 經警銷到廠後 該名行人已明顯無生命跡象 通知基隆市立賓館至現場處理 詳細造勢因素代警方後續離清 呼籲用路人夜間行車 因隨時注意車前狀況 國道警方在現場拉起封鎖線通知家屬 詳細原因還有待調查釐清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評論 好